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讲到 韩版龙之怒版本给的TJ资讯 本次TJ总共给5张 分别是改版当天给的特殊服食TJ 然后接下来就是签到更新 从第二周开始会给特殊娃娃TJ 第三周会给特殊变身TJ 第四周会给特殊商城饰品赎回TJ 最后一周35天 会给你一个圣物合成TJ 总共5张 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TJ内容 但是TJ这边有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服食这次可以赎回 转换成成长服食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两颗蓝服食 你可以考虑点爆一颗赎回成长 那你会问说红服食要不要点爆呢 其实我个人建议是 至少要有一颗加4以上的成长 挂在身上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你要想即使你有在打架 你一整天23小时或24小时挂机 你也顶多花4到5个小时打架 你将近有18 49小时都是在挂机 所以成长服食会是你的首选 挂机首选 然后有人会问说如果我用红服食增伤 效能会不会比一个加2加3的成长服食还要高呢 我告诉你结果不会 因为以现在台版的玩家的水平啊 攻击都破200以上 你一只怪写多少 你一只怪写量给你1000好了 你了不起4件5件就要死一只 你多那一点两点伤害 或是你多额外几率发动 然后可能决生一几给你多10伤害好了 你打一只怪也不会差一下 也不会差到一下 所以说你不管你换一颗服食 你再怎么刷 你的刷怪量都不会差多少 甚至根本没差 但是你换成长服食 每一只怪经验值都会提升 以这个概念去讲的话 经验值装备才会这么行 练功才会所有人都穿经验装 因为你伤害再怎么撑 都盖不过经验值来的转换比 当然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啊 如果我伤害突然多个50 你说经验值多5% 当然伤害50也比较好 可是正常没有这种装备 可以让你切换 所以通常一定会选择经验服食练功 OK所以可以赎回成长服食 剩下的TJ就是跟之前一样 可以自选 然后伤成饰品可以赎回水晶 然后往下看 这次的圣物合成TJ 它不是自选的 因为圣物合成TJ是刚出 所以它不叫特殊圣物 它就是一般的圣物在挑战 可以挑战你之前失败的 最高集合成的圣物 目前圣物也没几张啦 也没什么好自选的必要 OK然后下面是说 这边是说 如果你没有要数回的话 可以制作成对应的蓝色的 蓝色的蓝色的到 那个等级的卡片 这概念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韩版龙之怒版本的TJ资讯 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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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